挖掘新聞內幕 挖苦新聞人物 我是鄭鴻怡 我是余美人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 挖挖挖 你是在跳間跳什麼 我一直在想 我要不要講這個開場白 為什麼 你每天跟帥哥主持不是已經習慣了嗎 今天還會緊張 因為我在想 怎麼有這種豆腐一萬塊 什麼豆腐一萬塊 很貴喔 豆腐 你一萬塊 我知道那個很好 那個嫩豆腐 那一塊幾十塊而已 什麼捐豆腐 人護鹽豆腐 對不對 100塊不得了 不得了 超級 豆腐一萬塊 這麼貴 有一個男生好想吃公司的一個女同事的豆腐 OK 原來是這個豆腐 可是這個女同事已經有男朋友了 然後這個男生就想出一個方法 他說這樣好不好 我放一萬塊在地上 你 然後我只可以在你彎腰剪錢的時候摸你 這樣可以 吃個豆腐 對 就吃個豆腐 沒有啦 這也要尊重男朋友 對啊 所以他就 這女的就去問男朋友 不是去問他 有一點動心 沒有沒有沒有 這女的是覺得很瞎 說怎麼會有人提這種事情 然後就跟男朋友講 你知道嗎 竟然有人跟我提這種事情 100 不是 然後男朋友 我說我100就行了 你坐著 然後呢 你應該100付給人家錢 人家摸你一下 然後這個男朋友竟然跟他說什麼 你知道嗎 他說你就當成坐捷運被人家性騷擾嗎 一萬塊 事件壞壞了 對不對 事件壞了 事件壞了 一個月薪水三萬塊 一萬塊就是你三分之一的薪水 對 再摸一個而已 經由男朋友的鼓勵 也同意 同意啦 他說好 那我下去囉 對 電話聯絡這樣 然後呢 就真的下去 下去之後呢 等了30分鐘還沒有上來 男朋友有點緊張 那我要過 對啊 就打電話問說 你怎麼還沒有上來 你知道那女生回答是怎麼樣嗎 我告訴你 還沒結束 這個混蛋 用硬幣啦 一萬塊是 硬幣啦 還聽了 一... 去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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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 從頭頂摸到腳底 欸 一萬塊的男朋友 看你 他都啦 這個人 對 如果男朋友沒有人 摸腳底要摸頭頂 我當然是這樣講嘛 從頭頂摸到腳底嘛 對不對 他可能會在某些部位停留很久嘛 對不對 所以有些錢 他一直摸他的肩膀 哈哈哈哈哈哈 小鷹真的要追殺到母許榕淑嗎 豬哥亮開新節目為何惹腦一片夫婦 康康曾為了阿T婆與毛毛鬧僵 現在的社會 人情毅理到底在哪裡 好 為你介紹今天的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第一位是媒體工作者陳輝文先生 第二位是知名作家廖輝英廖老師 還有一位呢 是又瘦一點點的媒體工作者 何博文先生 以及呂文婉小姐 歡迎四位特別來賓來到我們的現場 啊 這個主題叫你給我點點 但是各位絕對不能點點好嗎 哈哈 那麼我們就要談你給我點點 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那首先呢 要讚美鄭大哥 因為呢 這個鄭大哥的度量 我現在還是要跟海一樣寬 在座四位來賓有一個人經常在罵他 但是 他都沒有跟他講說你給我點點 他說你盡量講這樣子 只是叫他牧羊人而已 哈哈哈哈 為什麼叫牧羊人呢 請上網好不好 會有網友回答你好不好 這個要鋪浪一下是不是 對 你別人說清楚 因為作為一個牧羊人 你就要煮水草而居 這水草你的假料 對 對 這樣可以了 網友真的會給我們正確答案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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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他灌一個人就還要灌到 對 我敢來敢去 對 哈哈哈哈 這樣就肚量多 哈哈哈哈 真的 肚量太多啦 他正是時候休息嘛 所以休息的時候大家都很高興 對 對 我 我覺得你太辛苦了 你還是點點好了 你就說不可以點點 我怎麼要講一下 不然不知道 外面都謠傳你被敢來敢去 對 然後有一個電視台就說 同樣的價錢 同樣的條件還要更好一點 要請你去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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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朋友 央視你沒看到 央視 是 而且我都不知道曾大哥出國耶 因為我這幾天大概都是 一般的民眾告訴我說 誒 網友是不是曾大哥被幹掉 對 對 我已經沒有吧 就是休息 我沒有徵求你同意 也不想 而且也不知道到底怎樣 沒辦法回答 真正的實情 真正的實情 要說沒有 要說 要說 有很多人關心嗎 因為老實講 我真的不知道 我相信的一個朋友 他在另外一個節目 一直罵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後來疼到沒有去看心臟哭 你知道嗎 結果呢 結果他說 那個什麼 動脈玻璃 對 主動脈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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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說 那些朋友如果繼續問他 他就站好他 真的嗎 我看人家這樣不太高興 不過 今天講說 你跟我點不點 有時候這個 其實提到的是人情義理 還有說話的一個分寸 那我們就先從這個黨母開始說習 好不好 黨母 許榮淑 也是 對 他自稱為黨母 所以就要介紹一下 因為觀眾有很多是 70年之後才出生的 可能不知道民進黨 他的一個輩分來講 不過你長期跑這個政治 許榮淑在民進黨的輩分 到底到哪裡 因為他在那個 民進黨中央黨部入口處 是有一個照片喔 對 十九個喔 十八個 十八人小組喔 許榮淑 當時他發肌是怎麼發肌的 來 哇 這歷史照片 對 我老實說 因為最近經期不太好 所以我們他們出來 好 彩色 彩色 請問許榮淑在哪裡 請問許榮淑在哪裡 這裡面十八個 自己找 這裡面才十八個嗎 十八個 十八個 只是有一個創黨工作十八個 對啦 對 對 這張照片裡面 還有民進黨會貴 欸 算是嗎 你這樣問也是 對啊 很多 我看你經常不 他創很多紀錄 他是最早那種 含著淚打著悲情牌 然後大夫出征 你如果說大夫出征 他那時候很早 他以前 要算過張俊鴻 張俊鴻 那時候張俊鴻 被我抓去看他 他在台中市是第一個大夫出征 想出別是怎樣 前一陣子這個許榮淑 跑去參加國公論壇 結果很多民進黨的立委 每天在立法院見到人 就說 你阿嬤咧 你阿嬤咧 他的打招呼是你阿嬤咧 對 因為大家都覺得說 好像立法院少了這麼一咖 這樣的角色 過去因為許榮淑 大概都跟一些 像王信南 還有蔡同榮的 國馬牌 對 國馬牌 而且這又主張台獨 立場很堅定 結果他現在一期之後 哇 這些人都覺得說 整個失氣瓦解掉了 可是差不多三十幾年前 那個張俊鴻剛剛出獄的時候 我們有去他們家 就是我哥哥跟我有去他家 我哥跟張俊鴻跟許同署很好 所以那時候感覺說 其實我那時候還不太懂 所以他覺得對張俊鴻很貼貼 當然我覺得阿嬤就是說 有時候你知道嗎 這幾年我覺得說 其實所謂敬老尊賢就是說 敬其實是氣 幾歲 六十幾歲 六十幾歲叫阿嬤 六十幾歲叫阿嬤 紅瑜叫他阿公是不對啊 我都要叫阿嬤 那個羅斯福祖的家 感覺還滿氣派的 那時候他應該是有一點錢啦 許同署對人家是 對一些譬如說謀略姿是什麼 他給錢是給的比較乾脆 郭禎 你覺得這個事情是這樣 就是說許同署的情緒 是發在說 創黨的時候十八歲的我 你蔡英文那時候你在哪裡 你黨齡才五年 五年 說得難聽你做什麼 黨孫都還當不起 你黨齡才五年對不對 當時創黨誰敢創黨 民進黨當時老實講那種氣氛 沒有 他還講說 黃信介稱他是民族之母 然後他是民進黨創黨的母親 那現在怎麼黨孫可以反過來 對母親或對祖母 趕盡殺絕 民進黨還有黨魂嗎 到底是要怎麼搞的 博文 其實我覺得這不能這樣說 因為時空變成不一樣 不能再提當年有 對啦 老師提當年有 但是我覺得對民主前輩 你一定的尊重是要 但是你時空已經推展到這麼久了 然後你現在這個時候 你會說 因為他只有五年 如果教練說 大家論智排八 政黨就沒有新人 對啊 新人就有過 你如果就這樣說 如果吳郭東來說 我算過十五 要是比你什麼比較多 這樣就這樣說 十幾年了 十幾年了 好壞 他是因為去參加國共論壇沒有報備嗎 不是沒有報備 本來就叫他不要去 他們民進黨就覺得說 那個是國民黨跟共產黨的場子 你要去 你用個人身分去 沒有人擋你 但是你不要去 為那個國共論壇背書 其實主要是說 你只要不要去參加國共論壇 其實沒有這個事情 也不會說 不准你去中國這樣 國共論壇為什麼 民進黨人家去擋 對啊 要插海角幹嘛 國共論壇 你現在一個民進黨的創黨元老 去替他背書 而且國共論壇有很多的爭議 很多人覺得說 國共論壇裡面都有一些 檯面下的一些交易 那為什麼他要去呢 他不知道這個關鍵的敏感嗎 因為人家對他很好啊 對不對